自从赵思雨负责媒体部门后 每天每夜都在加班 只为能够做出一份完善的策划案 然而每一份策划案都没有过水 思雨啊 你这写的 教我怎么说呢 还得用点心呢 厚总 我已经很用心了 用心了 心用在哪啊 你的真诚实义在哪啊 真实情感在哪 我这里都看不出来啊 是不是 我可能不能胜任这个职位 要不你还是把我调回前台吧 前台我已经取消了 公司现在没有前台了 那你去哪里 你想去哪里 那 我再回去改改 思雨 你千万别怪我 对你眼里 我着急啊 我希望你 更快的成长 越快越好 知道了 谢谢厚总 去吧 别太累着啊 这一份加班加点赶出来的策划案 又没有通过 这让赵思雨的心里很是难受 怎么了 看着眼前这个既认真又失望的赵思雨 心里一直喜欢着她的履接 很是生气 立刻前往了侯德文的办公室找她理论 侯总 这个王红呢 原本是协助我做这个策展项目的 可是她现在的重心呢 在文化街这边 所以我这边缺人手 那什么意思 你想选谁啊 那个 我听说赵思雨在这个媒体关系这方面做得不好 而且呢 好像听说做得还不是特别熟悉 我的意思啊 我把她调到这个 我们这个策展文案这方面来 然后呢 我顺便可以带带她 那个媒体关系呢 再另选别人 您看怎么样 吕姐 我跟你说 你以为你这个项目 现在就妥当了 很多人跟我反映 说你这个项目华尔布什 我现在正在考虑是否取消这个项目 你知道吗 不是 我们这是谁说的 谁说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关键 我能听见别人的意见 你工作固然不错 有上进心 我希望你 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别左顾右派 人事上的问题不归你管 那是人事部的问题 行了行了 你先去忙去吧 吕姐竟然向侯德文要赵思雨 他不知道的是 赵思雨已经成了色老头侯德文的猎物 有人要来抢走自己的猎物 是谁都会很生气吧 吕姐并没有帮上赵思雨的忙 还是只能留下他一人加班了 到了第二天 赵思雨再次拿了一份策划案给侯德文过目 希望这一次能够通过 有进步 原地步 看出你用功来了 但是写的 我感觉还没有写到点什么 还是很空洞 因为媒体部主要就是宣传策划 你现在看不出来东西这里面 你再看别人部门写的这个 这个策划案写得非常好 写出前景来的 让我看出了希望 看出了未来 是不是 拿回去再重新整理成 侯德文再一次否定了自己的策划案 这让赵思雨的心里很是难受 因为并不是自己写得不好 而是这个色老头侯德文另有图谋 我启用你 我大胆地启用你 顶着很多人的意见 我相信你能够完成 你看那花 虽然 他快哭歹了 但是他有一些希望 看怎么精灵的 懂得呢 好了 色老头侯德文用花香凋零 却任有一线生机来暗示他 赵思雨虽然很内向 但却懂得侯德文的意图 这个色老头摆明了就是要钱自己 面对着工作上的巨大压力 赵思雨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侯总 哎呦 来了 把门关 为何一向内向的赵思雨 会答应色老头侯德文的邀请 半夜来到侯德文的办公室呢 事情是这样的 您的工资条 张姐 嗯 怎么这么少啊 没有啊 这个是底薪 哎呀 你没有立项 所以啊 就没有项目今天 看着这低微的薪赵思雨的心里 很是难受 妈 现在我给你打过去了 这个月可能有点少 不是工作原因 是同事结婚 随理的 没有 工作挺好的 父亲的病 像大山一样压在赵思雨 母女身上 手术的时间已经定了 这个手术 决定父亲的命 巨额的手术费 真的让他透不过气 他得把钱赶快筹齐 到了第二天早上 赵思雨再次赶了一份策划案出来 希望侯德文能大发慈悲的通过 这写的还不错 看出你们确实用功了 这一天都熬夜了吧 哎 这条写的好 建立完善 新闻 发布和传播渠道 你看这就挺好 但是呢 我总感觉 你还是再想一想 比我想象的呢 还差一点点 再完善一些 我相信还会更好 再好好想想 侯德文故意不通过策划案 这其中的意图 赵思雨自然是明白的 侯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有点上火了 是吧 能不能 麻烦你 给我一点指导吗 指导一点没问题 可是你看我现在特别的忙 是吧 你这样 下班呢 你慢走一会儿 你留意下 我针对你这个策划 针对性的 给你提出一个建议 完了你按照我这个 你回去行 好吗 面对工作上 与父亲巨额手术费的压力 赵思雨只能答应侯德文的要求 趁着同事都下班后 一个人来到了色老头侯德文的办公室 侯总 哎呦 来了 把门关上 其实我在这儿等你 挺辛苦的吧 可是 没有一份是让你满意的 不急 不急不急 其实你说能不急吗 我比你都着急 但是着急没用 为了把这文章写好 所以还得要多动脑 慢工 出细活 对吧 嗯 我也只是想尽快地完成工作任务 赵思雨的心里很明白色老头侯德文的企图 他愿意一个人前来 说明赵思雨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有困难吗 有困难跟我说 我帮你解决 说吧 没有 我听您的安排 听我安排 色老头侯德文一下就明白了赵思雨的意思 顿时心花怒放起来 哎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对了 一会儿啊 我带你看一场话剧 也许这个话剧就对你有什么启迪 好吧 你要同意的话 我现在就得打电话 要是完了 话剧票都买不着 我现在就去了 哎 对对对 我都玩 今天晚上那个话剧 小剧场的话剧 你给我弄两张票 侯德文这几天对赵思雨的态度 让赵思雨明白 前面面临着什么 这个色老头摆明了像前规则 天真的赵思雨最终选择了拒绝侯德文 然而父亲的高额手术费又怎么解决呢 面对着金钱的压力 天真的赵思雨是选择坚持本心 还是沦为金钱的奴隶呢 measures 更 flashlight 都有 现在 有一点 ュarl